你找谁啊 周庆祥是在这一块吗 吴毕装啊 你进来吧 周庆祥 你从留家库子的电话 问你这边进这儿 你回去跟周庆祥说一下 我这很快 周庆祥说 如果李英资一直端源不去 就不要勉强了 具体能力回到电话 电话里跟你说 行 我知道了 你先走吧 周庆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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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泽 不去 你闭嘴 英泽 你别回态吧 大哥 周庆祥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那你说我还咋去呀 再说了包产到户 也不是啥难事 是吧 你以前不也当过生产队长吗 那就是把土地 按照一二三等 二人均分 每人每等都分道 再一抓揪允许置换 这美家就把自家地 连正一片了吗不是 是 这分地不难 可 可我不能在那儿当大队书记 县长你都能当 你还当不了大队书记 你懂个屁你 张虎 你看着咱们还是兄弟的份上 你说句话 我说两句 不去 就不去 行 你别后悔 哎呀 哎呦天 周五啊 你把这县长给得罪了以后可够咱呛 够呛啥啊 够呛啥啊 我们是兄弟 他拉倒吧 我看他有肾人毛 你听那牙咬的嘎嘣嘎嘣的 听不听听 歇着你的吧 你那闭眼歇会儿 刚扎完 喂 柳家谱的吧 是 我找钟 我就是 周主席 我周文 周先生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那个 李英姿这儿呢还是有些过虑 恐怕还得再做点工作 那就先不用走了 我们这边呢商量了一下 如果李英姿不来 暂时呢没有两边都信得过了人选 大家的意见是先撤销试点 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没有矛盾 周主席 要不然我过去一趟吧 不 你不用过来了 恢复原状就比较简单了 那 那 那试点 您准备放在哪儿啊 这个 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集中精力 抓好磕脚文明那一摊 就这样吧 李英姿呢暂时回不来 那就按照大家的意见 先撤销试点 恢复原状 前天 来 德哥 南科长 来 来 请坐 德哥 你看都那么长时间了 你呀 像我蓝婷 或者妹夫都行 在家是在家 在机关里还是称职务吧 别让人觉得特殊 对对对 有事吗 你看周五打仗那事 团队给处理一下 这我们局长说有周五 让我来给你再多汇报一下 处理两个眼人还要来问我 以后不要考虑什么关系不关系的 公事公办 团里的处理一件事啊 把两个人都辞退 没这么严重啊 是这样啊 我呀 给苗团长出了个主意 先把俩人都辞退了 过一阵团联会有工作需要吗 根据工作需要 再调回来一个周五 红帽吗你这边事 你这是 你这个价二到零啊你这个 你要真这么棒 你和我名声拖的周 那您的意思是 这不是我的事 你们团里的事 你把联冻辞退了 这演出怎么办 我们计划着就没两天的事了 那就更不行了 唉 唉 这样 那个 梅和那个吕县长啊 他有个亲戚 原来是省京的 因为作风问题呢 被下放了 现在在评级团拉二胡 他还一心二心地想回经级团 咱们县没有 你回团里商量一下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跟他们联系 好吧 那再调个秦师过来 那走五回团的理由 就不充分了 就得让他觉得疼 他才能吸取较劲 改造他自以为是的毛病 当然了 他以后要回来的话 自然会有理由的 演下最关键的 是不要影响到演出 啊 啊 好 唉 丹婷 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 这个二胡和京胡 是不是一回事啊 如果学会了一样 其他的也就都行了 这二胡和京胡啊 原理相同 可是这公弦啊 跟执法上还是有差异 那周五怎么都会的 周五那是有明师指点 这报数本身啊 的确是样样精通 可惜啊 走得太早了 你要是到周五都真行 别人想顶也顶不了 对吧 嗯 咱们啊 还得让人口服心服啊 好 我明白了 还是周县长考虑的成员 那我就按照团力意见 都辞了 还是由你们团和你们局里来决定 怎么有利于队伍的管理 就怎么办吧 唉 好 那我去办了 唉 周五住的那个房子 是团里的还是个人的 不知道 团里的吧 职工宿舍吧 这辞退了 他在住哪呢 不是 大哥 周县长 您这意见是 什么我的意见不意见 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出力演员是你们团里的事 告诉他们 公事公办 来 来 那我走了 没事吧 来 周五蔡志刚 系本剧团临时工 为了个人利益 争夺剧团编制 不顾个人形象 在公共场合 顶撞领导 却二人发声了口角 一致四打 此行为 严重损害了国家干部的形象 及剧团的集体荣誉 综上所述 为整肃纪律 纯洁队伍 团里决定 一 辞退周五蔡志刚二位同志的临时工工作 工资发放到本月末为止 二 命定周五位同志 在月末前交出单位职工家属宿舍 京剧团党支部 太狠了吧 这家团人 能不能清点 你让我交房 我是哪儿住去啊 这你就自行解决吧 从今天起啊 你已经不是我们单位的人了 团长 那个 我二哥他们其实已经知道错了 咱能不能宽大处理 要不留用也行啊 这个 这是支部的决定 不可能改了 团长 您把秦师都辞退了 那我们的戏还演变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 秦师我们已经请到了 肖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肖老师啊 原来是咱们省京剧团的 从今天起 就是咱们团的秦师了 大家欢迎 嫁挺大 行不行啊 对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谁啊 肖老师出来俩到的 客气点 一人出道贵处 又是周县长介绍的 大家有点怀疑 也是在所难免的 团长 我给大家试试行吗 好 大家欢迎 老家 借您这椅子用用 好 您请 有点音乐 好 好 好 别思考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楽 音楽 惭愧 惭愧 不知道贵团还有这么好的琴师 失敬了 苗团长 请了这么好的琴师 我走也放心了 再见了 团长 散会 散会 放松 放松一点 对 不错 拉得有进步啊 你拉个车干啥呀 搬家 我哪搬呢 紧胡说 好好练啊 善儿啊 你去把周尔给我叫来 好 所以呢 我就心思来心思去 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 原来就是收破烂了 虽然房子小点 可是院挺大的 院里边还有一个小棚子 我就想啊 可能咱住过去憋屈点 但是 这房租也便宜啊 原来人家有十块 我跟他说了说 就改八块了 行啊 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咋地都行 不过我是真佩服你啊 我这还指望你上午去开了支 晚上咱们炖肉呢 这可好 这连家都没了 肉肯定得炖啊 咱今儿搬搬家 晚上我就买肉去啊 大壮 对不住了啊 又得搬家 我没事 周五 你那大哥可真狠 你别瞎说 我瞎说 那天他咬牙我看的 又不是擅场 怎么样 正正的吧 这会儿花来了吧 来就来呗 来我也不怕他 你别听大壮瞎说 人家周五现在是县长 跟你们团差着好几级呢 没准人家不知道这个事 他咋不知道啊 我们团新来那个拉狐信的 就是走他的后门才来的 怎么样 狠不狠 你行了你 我都没想到 这周文会对我这样 要说咱俩 对他们老周姐也够意思吧 闭嘴 我爷活的时候就说 如果你心里老想着 你对谁谁谁够意思 这就说明 你心里已经准备不够意思了 你这样我特别瞧不起你你知道 我是让这小子给我带勾里去了 对 坏事都往我身上褶 你也少在里条外举 我这是旁观者清 行行行我不说了 咋的搬呢 咋的 搬 这就搬了 对不住啊 没想到弄得两倍俱伤 没事 那不是说 不打不成交吗 不过哥们 你那琴哪 拉得确实不咋地 你得好好练练 是 我也不打算吃这碗饭了 还需要帮忙吗 不用 这不都弄好了吗 那我先回屋了 周五 我挺佩服你哥的 是个警官 周五 我来我来我来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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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来把我抬上去 走 那我就下趟再去呗 你去呗 看多 就我这样的 来小偷我能撵吗 你不许想帮小狗墙啊 你说那边也不来帮个忙 太不够意思了 你哪又挑什么呢 那我这不 人之常情吗 行了我不说了 丫头啊 你说这忙这样使的 你咋还在那儿拉呢 二叔说雷打不动 那咋子待着吧 夏天再去啊 丫头 看家啊 坐好啊 好嘞 行啊 看家啊 丫头 要不跟周婶说一声吧 不说了 走 走 二哥 干啥呀 搬家 往哪儿搬呢 往那个城东头 放学了 嗯 去吧 妈 妈 怎么了 我二哥家搬了 为啥呀 团里呀 让你二哥腾房呢 腾房子咋不搬咱家来 那一大家子人 搬咱家住哪儿啊 我三哥呢 我姐呢 我大哥呢 不知道 写作业吧 妈 妈 你也不出去看看 我出去能干啥呀 家人真没见 小孩懂啥呢 赶紧写作业 妈不是不想出去看 妈是没脸见人家 多多呀 你能在城里念书 多亏了你二哥了 将来出戏了 可别忘了报答他 我大哥是县长 姐夫是科长 大姐是主演 干啥非得等我 将来报答呀 是啊 可是现在妈说话 也只有你听了 妈 姐 来了 放学了 我大哥出差了不在 然后兰婷也开会呢 也过不来 别着急 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看丫头在那院拉琴呢 我想过去看看 行 那你去吧 别上火了啊 县城不大 二哥家住得不远 那天 他们来来回回地 用推车搬了四五趟 一直忙活到天黑 妈也一直没离开过窗口 可她也一直没出去 二哥他们也没进来 我们两家 一点矛盾也没有的 就这样突然一下生疏起来 二哥的新家我没去过 三哥说忙着找工作 整天不招家 往二哥家跑得最勤的 就是大姐周霜了 我知道她惦记着丫头 也知道这事儿 绝对不能让大姐夫兰婷知道 丫头我好好练啊 来 来这诊所咋样 妈 比以前强多了 以前是说不大的地方 现在是给人看病了 不能一样 当初我就说吧 只要你们跟我出来 就挨不了饿 我没吹吧 大壮 鸭头练琴呢 双来了 丁子姐 瘦着呢 我干点啥 不用了 马上弄完了 你去陪陪陪丫头 那我去了 快去快去 我那白带罐做好了吗 快了 吃茶瓶口了 你说这双真惦记丫头 天天过来 那是 她能够惦记吗 哎呀 我琢磨的呀 咱以后给人看病 别收这个粮食额油了 咱直接收钱得了 反正现在市场上 只要有钱 粮食额油都能买到 咋都行 你粮食多了 卖了不也是钱吗 你说你这卫校真没白念 拉倒吧 那是啥卫校 我要不是命好 碰见姚教授 我哪会扎针灸啊 咱现在有多少粮食额油啊 粗粮三百多斤吧 细粮跟油十来斤 哎 你说 咱干这一个月 挣了这么多 再干一个月的话 那全年的口粮不就出来了 就可以去卖了 我琢磨着呀 咱现在就把它给卖了得了 能卖二百来块钱 咱俩因天一身新衣服 就把那季给蹬了得了 这屋就当新房 干这屋睡还多不方便 没啥不方便呢 咱俩那个晚点睡早点起 再说了到这儿的病人全是扎针灸的 没有急诊啊 晚上没人打扰咱俩 昨天大壮倒是跟我说 要是咱俩结婚他住这屋 他住这屋不合适吧 那白天病人走了 晚上他睡这儿 多委屈他呀 再说了我还得来回来去他抱他 这不方便 你说这话倒是对我心思 我真没想到 你能对大壮那么好 行了 瞧你说 那大壮啊 对咱们是有恩的 我现在最烦的就是他那头 开始为他扎的时候还有点动 可是他后来怎么扎都不见效果 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我还是有点担心 双 他天天往这儿跑 早安对录像 那也不能不让他来呀 别的我不管啊 咱俩这事就这么定 丫头亲拉得真好 丫头 姑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 你看一下啊 看 这是一个普架子 特别方便 妈 妈 咋的呢 你看他 这哪儿整的呀 姐 那个团里的 在天幕后头扔着 没人要 我就给捡回来了 然后我一看 腿坏了 我找人汗了一下 还能使 我去拿过来了 挺好的 这东西我也看见了 在天幕后边扔着 本来想啊 我给捡回来 后来给忘了 丫头用这个好 这个能生能降 不要 给你就要呗 挺好的吗 我妈说 不是自己的 不能拿 姑姑不是外人 她的能拿 这不是姑姑姑的 是啊 这个是别人扔的 没人要的 我就捡回来了 是姑姑拿去找人修的 丫头 这是个破玩意儿 扔在那儿 谁捡着算谁的 要吧 不要 行 不要不要吧 小孩儿嘛 老实点好 行 真没想到你把孩子 教育这么好 丫头 这事是姑姑错了 下午姑姑就给还回去 改天 姑姑给你买个新的 不要 姑姑给你买新的 买个新的多好啊 到时候下雨的时候 可以搬屋里去 来人了 您慢点慢点 周大夫 忙着呢 快点 把白袋袋给我拿来 我还没钉扣呢 我把扣子钉上啊 不用 您不穿白大褂 我面信你 进屋 慢点慢点 丫头 咱歇会呗 姑姑给你带了好吃的 你尝一下 把青放下 猜是什么 这可新鲜玩啊 酸不酸 好吃吗 好吃 有点酸 好吃多吃点 这些都是你的 嗯 爸你也尝尝吧 三里红 没有咱家那后山结的好 咱家那后山一结 别的都卤一大片 这个大 个头都比这个大 就怀孕那咋 就是我妈 怀我的那时候 一次能试一小亏 慢点 我跟你说呀 您这个呀 是腰间班族出了 咱们呀按摩 好 好 好 豆油给您领来了 两瓶 先交四个疗成的 用不了这么多 一会儿我给您按摩以后啊 您这个疼痛呢 就能缓解了 我再给您按个四五四 就差不多了 一个疗成足够了 就四个疗成吧 去几根 我跟你说实话啊 您这病啊 我真去不了根 我给您治完一个疗成之后啊 您能跟正常人一样 就能走了 但是说不定哪天呢 您这病还得犯 犯了之后 您还得到我这儿来 我继续给您按 周大夫啊 我听老柴桃说呀 您不护能人 我还不信 哪个老中医不说包治百病的 您是有一说一 这回我信了 老柴桃 豆油我放这儿了 其中有一瓶是你的医药费 哎呦 那谢谢了 那些啥呀 要没你 我还找不着门呢 说啊 干啥去了 我没干啥 我就上街溜溜 哦 买啥了 没 没买啥 没买啥这么大个兜子 哎 哎 那我啥啊 就是那个 我看那普架子坏了 我就拿去修了修 咋还有个饭盒啊 我的 我吃完饭我就顺手搁里头了 我嫁子坏了 你团长怎么没跟我说呀 我那个 打扫卫生的时候看见了 我就想 那汗巴汗巴还能接着用 一毛钱的事 我就没吭声 邪雷锋了 那我不是想 凭个心进啥子 别给你丢人呀 好啊 诚儿 别撒谎了 我问你同事了 你同事说这些日子每天中午 我吃完饭你就出去了 去哪儿了 你什么意思呀 我能干啥呀 我就上街溜溜 然后有的时候去我妈那儿待会儿 我能干啥呀 上街转转不买东西 没什么要买的 贵的买不起 见的再也用不着 就没买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不买东西 钱包里怎么少十几块钱啊 你翻我包 说这事儿 我那个 这 那啥 你可别说你丢了 上次丢五块钱 哭成那样 丢十几块钱 你一点反应呢 不是 说 快到点了 你们两口子落啥呢 没落啥 对了对了 上次借你那十块钱 十二 还欠你两块啊 回头开吃了给 拿着拿着 拿着呀 来啊 哦 那个 不接 好接好还 再接就不难了 这都快到点了 还不赶紧进去 那回头导演 又该发脾气了 嗯 赶紧走吧 你先进去吧 我还有点事儿 嗯 要不我帮你请个假 不用不用不用 我一会儿就去 先去吧 行 走了啊 嗯 还有事儿吗 没了 犯我钱包啊 蓝婷 不故意的 可以啊你 我算是认清你了 我错了行吗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了 闻瘦 你这个月没来那个 你是不是怀了 事儿 你是不是真怀了 哎 刚才谢谢你啊 没事儿 我刚在那儿听你俩聊半天了 刚想跟你打招呼 看你俩跟吵架似的 就没敢吭声 对了 听你说这扑架子 是给周五的 嗯 那他怎么要啊 我哥他不要公家的东西 傻瓜 他现在挺困难的吧 还行吧 还行什么呀 你说他那么一大家子的人 他现在也没了工作 怪不得你偷偷碎钱给他呢 哎 你说你们家那老蓝 也真不是个玩意儿啊 什么男人啊 还翻包 那个 你那钱等我发了工资 我就还给你啊 不用 我又不缺钱 对了 双啊 你把这给周五 哦不行这个他不能要 你别说是我给的呀 来 哎呀你赶紧收下来吧 我二哥这人你不了解 他不会要的 你给钱他不都要了吗 我 没给他钱 你没给他钱啊 那你那十二块钱去哪儿了 我和你也信不着 不是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回头我再告诉你 你先把钱收好了 这么多钱给我包留我也麻烦 哎 哎 哎 对了 双 我那箱子里啊 正好还有点全国粮票 回头给你 你给他带回去 就说是你咱的 啊 王丽 嗯 我觉得你挺好的 真的 不过吧 我二哥跟李英姿 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就定过亲 嗯 他们是初中同学 那个时候我们家没有自行车 都是英姿姐带着我哥去 嗯 我哥要是不上学的话 估计两个人都结婚了吧 嗨 我能看出来 他俩感觉不一般 双 嗯 我爸就是觉得你哥人挺好的 想帮忙他 没别的意思 你别误会啊 不能 哎 对了 有事我特纳闷 你说他俩那么好 怎么这李英姿还嫁人了呢 啊 不是我二哥后来上学去了吗 英姿姐就心思不要他了 就结婚了 他俩那孩子也得六七岁了吧 那个孩子显大长的 他虚岁才六岁呢 六岁 哎 一二 那他怀孕那会儿 这是你哥上学那时候啊 哎 怪不得他说一家子全要呢 哎 孩子是不是他的 不是不是 这 这话你可千万别瞎说啊 英姿姐怀孕的时候我二哥早走了 不是一回事 哎 反正这事我弄得稀里糊涂的 搞不明白 哎 行了也不关我事 哎 双啊 嗯 我跟你说个事啊 什么事 不能跟别人说 哎呀不能说吧 家里人也不行 行我保证不说 什么事 那个 哎呀 我就想把我介绍给你大哥 啊 我大哥 嗯 我就和他好像因为试点有点小矛盾 想利用我调解调解 昨儿晚上试探我来着 那 那你呢 我不知道啊 你说你哥那人吧 是不错 大学毕业又出过国 这么年轻就现团集了 哎 要论条件 那可也是百里挑一 不是 你说 我在这之前追过你二哥 这 是不是有点别扭 嗯 是挺别扭的 是吧 不过我就说没事 哎 不过我跟周五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哎 周双 你过来一下 把你那个唱相再练一下 哦 来了 我先走了啊 哎哎哎哎哎 还不能跟您说啊 哎 放心 这次学习结束了啊 是 明天就毕业典礼了 嗯 知道 本来是让我去讲一讲 等我考虑年底 我可能就要上顾问委员会了 所以叫他们去讲了 收获不小吧 毛色动开 尤其是关于改革开放的讨论 真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户 嗯 你年轻 学历高 又出过国 思想解放 眼界开阔 正是大写伸手的时候 要放开手脚嘛 你们现小钟抓的那个 联产盗户的试点 都很成功嘛 今年要大面积铺开了吧 我在你们县那个材料上 还批了一大段话呢 是 我们都认真地学习过了 说起来这件事我挺惭愧的 我去之前呢 我们县对联产承包 还是有抵住情绪的 后来是我先提出来做试点 常委会也决定由我来负责 可当时呢出了点状况 我那个弟弟跟我捣乱 周数据经我说服思想呢 突然有了一个大的转弯 他就趁那个机会 把这试点的责任给揽回去了 后来 我也只有在具体操作上 提建议的份 失去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你弟弟和那个叫李英姿的吧 那个事儿玉玉和我说了 挺有趣的嘛 我跟玉玉说啊 这故事都能编出个戏了 就是这个主题思想 有点不大好听 玉玉也知道这件事 她在报社 现在活跃得很 这次回来没见到她吗 没有 我现在见她也挺难的 小周啊 试点的事 不要太往心里去 还要吃药和小周 搞好关系嘛 年底 就要开三中全会了 在那之后 有些干部可能要调整 这个时候 对每个干部 都很敏感 也都很重要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老领导 对我的期望 我是准备 进顾问委员会了 到时候 愿意顾就顾 愿意问就问 不愿意顾问的时候呢 就拉拉糊下 现在年纪大了 感觉这个惊呼太刺耳了 尤其是老太炮不乐意听 我准备啊换一把柔和的 到时候读读书 看看报喝喝茶 拉拉琴 这日子还是挺安逸的呢 老领导真是高红亮洁 您是心地无私天地夸雅 爸 什么事这么高兴 你回来了 周县长 您好 林大县长 您好 玉玉啊 你回来得正好 我刚和周文还提到你 你怎么还能个蛤蟆镜带上了 爸 这是变色的 您试试 我不是 您试试 我不是 我不是 你回来得正好 给你个任务 我呢 中午有个外宾 您替我请周文吃个便饭 你不是要了解下面的基层情况吗 他可是有很多第一手材料啊 那太好了 周县长 还望不吝赐教啊 赐教不敢 我一定知无不严 延无不尽 怎么 怎么不认识了 哪能呢 只是有些意外 林玉 这就是你不对了 你怎么时间没告诉我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来 要不要重新介绍一下 周文 咱们省最年轻的常务副县长 括号 正处级 曲慧敏 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 您好 曲处长 欣慧 彼此 请坐吧 服务员 上菜 好的 六十二度红糕粮 六十二度红糕粮 领导 菜上齐了 行 你把它放中间 把酒壶留下 人下去吧 有事叫你 好 干吗 曲慧敏 请我们吃异苦饭呀 这哪是异苦饭呀 这在集体户四个菜 那就是过年了 来 为咱们火热的青春 难忘的友谊 相濡以沫的岁月 干杯 怎么 没人响应啊 好 我自罚一碗 玉玉 你下午报社不是还有事吗 你还有事你先忙 不用管我们 干吗 下烛颗令啊 好 好 我不影响你们叙旧 先走一步 对了 周文 回头见到周五给我带好啊 行 一定 他现在怎么样啊 谁啊 周五啊 还好吧 他回城以后 在剧团拉金湖 临时的 因为打架让团体给辞职了 好像现在开了一家诊所 这么大的人了 还要胡闹 你知道吗 他把李英姿从乡下接出来了 还带着那个瘫痪的丈夫 已经离婚的丈夫 还有个孩子 周五的事情 林玉都告诉我了 我对他不感兴趣 你是 为人儿谁 林玉也应该都告诉你了吧 他拒绝我了 而且 直到我走 也没让我见到孩子